一句話一杯子 一聲情一杯酒 朋友你曾孤單過 女生朋友你會懂 還有傷 還有夢 還要走 還有我 一般人包括我自己 對泰國都有一個所謂的刻板印象 就是去那邊看的鳥秀 我就不喜歡跟大家做一樣的事情 那直到認識了姐妹花 我才發現說原來 泰國也可以玩得這麼的有深度 沒有辦法想像可以跟大象這麼近距離接觸 然後他們這麼友善 好可愛 跟大象一起洗澡 游泳 然後幫他們按摩 我最喜歡的還是大象 親眼看到大象 然後親手去照顧牠 然後幫牠洗澡 就是讓我覺得說很感動 然後也很謝謝說 有這樣子愛護大象的人 可以為大象做了這麼多事情 然後看到牠們都很開心 會覺得很棒 一般遊客就不會花更多錢去保育大象 那大象每天就背那個架子繞那個圈圈 然後我們到這邊就看到大象的快樂 幫大象洗澡啊 スパ啊 然後陪牠們玩啊 就是你可以感覺到大象真的超開心 大象比我們還開心 這裡最開心的感覺 平安 我開心的感覺 很可愛 我開心的感覺 那天的感覺 然後就四十個關卡完成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雖然很累 但是真的很值得來一次 水上城堡票服船無 聽說我們是第一組入住的外國客人 他能夠幫我們找到這個點 真的是非常厲害 MING PAO TORONTO 跳夢橋的時候 老闆跳了 那我就跟著跳 他既然來了 就試著跳跳看吧 所以就是完全沒有考慮的 就往下跳 我們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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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空餐廳真的太棒 應該是很少人能夠辦得到的這種經驗 所以我覺得經驗非常棒 雖然身上很多受傷 然後曬傷各種傷 但是就是覺得自己有成長 很特別 人生一定要 然後我覺得要感受不一樣的東西 我算是去過世界隔離四十幾個國家 可是泰國可以算是我會一直想要回來 一直想要回來的地方 我算是產生的 我跟我們一樣 那是任何一戰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